如果不是高晓松涉嫌放水 奇葩说的严如今战队可能在第十八期就整体出局了 严如今觉得自己总是遇到爱情题 而缺少恋爱经验的自己最不擅长的就是爱情题 其实从前四季的《无冕之王》到第五季的《一圣难求》 严如今的短板真的不是爱情 生于1991年的严如今 是奇葩说第一季的亚军和第四季的季军 第二季和第三季也杀入了半决赛 用《无冕之王》来形容他在奇葩说的地位 毫不过分 可是当第五季奇葩说刚刚拉开帷幕时 首次亮相的严如今就让观众看到了他悄然变化的心态 他说自己以前靠棒傻来取胜 因为自己年龄小 可以在气势上出奇制胜 但现在我老了 严如今想转型 却没有准备好转型的办法 他几乎是在要不要重新开始的纠结中 开始了第五季的征程 如果一个人真的要转型 那么最好的帮手其实就是困境 甚至是绝境 因为只有困境和绝境才能激发出一个人最大的潜力 可是在转型与否之间徘徊的严如今 却遇到了自己在奇葩说这个舞台上最大的舒适区 教练黄之中 黄之中是第一季的幕后教练 第三季的奇葩之王 也是奇葩说前四季无可争议的一哥 几乎没人能赢他 黄之中认为严如今是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队长人选 只要选到了严如今 我觉得我的队伍就已经成型了 与此同时 奇葩说前四季的一截 马威威也在庆幸自己能与副首尔强强联手 可是在第八季里 黄之中与马威威一格一截双剑合地不仅依旧票落败 马威威的梦之队还被对手抢走了另一个无冕之王陈琳 第二天 马威威不在状态变上了热搜 那场比赛黄之中的发挥也很不理想 不幸的是 那只是一连串糟糕经历的开始 经过了战队选人赛之后 黄之中和严如今的战队成为了公认的最弱战队 新奇葩萌既缺乏人生阅历 也缺乏辩论经验 此时的黄之中也早没了当初得如今一人可安天下的自信 他试图激励团队共同谱写一个弱势逆袭的好故事 可他心虚的语气却让本就低迷的士气更加不振 其实主动放低姿态是以若胜强的必要前提 可是我们却听见严如今说 我们已经派出了最好的选手 只要赢了第一场 后面就好办 一个最弱的队 却给自己背上了一定要赢下开门红的压力 结果 严如今战队已酒票列是赋于秋晨战队 不仅导致本方战队首次见缘 使气受到的打击更是不可估量 必其功于一役 最后还是输了 严如今战队的新成员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严如今也开始自责 不该让新成员们感受到压力 而是应该由自己来扛起全部压力 就在那场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还在严如今战队听见了另外一种浮躁的声音 赵帅说 希望帮助严如今赢下这一季的冠军 奶茶说 自己想不去也要把严如今拱上去 队员们的美好心愿 加上前四季的功败垂成 得一次奇葩之王成了严如今身上最大的包袱 当手握一把烂牌的严如今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运气也越来越差了 第十一期 严如今再次率队出战 却遭遇了如日中天的陈明和另一位变圈那神雄号 在对方两大王牌的联手足跡之下 严如今虽然给出了高水平的辩论 却仍以舞票之差再次落败 本轮出局的李斗斗临走之前还不忘强调 如今一直没拿到奇葩之王 可见这个包袱对团队的影响和其深重 第十三期 严如今面对本季火力全开的副首尔 终于赢了一次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 马薇薇就是出了复活卡 不仅留住了原本要出局的未来星 更让严如今难得的一场胜利变成了平局 第十五期 严如今率残不出战 再次遇见无敌的陈明 本来一个陈明就很难对付了 结果严如今一方还来了一位猪队友 在吐槽大会上如鱼得水的池子 到了奇葩说竟然与吴伦次争断垮掉 别人发言都涨票 池子发言却掉票 而且说的时间越长 掉的票数就越多 在本期的准备会上 教练黄之中和队长严如今竟然异口同声地表示 池子的稿子完全没有问题 而在对手那边 教练孝孝认为同样来自吐槽大会的磅礴 稿子要全部重写 可以看出 作东陈明 熊浩 杨启涵等高手的教练笑笑 备战态度依然非常认真 这一期 严如今战队输了棋票 折损了除严如今之外的唯一老奇葩 欧阳超